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赢麻了 旁观者登顶收视榜 三个舞台三种风格 跨年演唱会落下帷幕 我们跟2023年挥手告别 迎接崭新的2024年 2023年的意外之喜 无疑是王一博带来的 他用自己的星光照亮了自己 也给了我们2023 画上了一个美好而温暖的句号 可以说王一博赢麻了 三个舞台三种风格 温馨 热血 感动 一应俱全 全覆盖 不愧是你 王一博 王一博与大老师合作的歌曲 永远唱不完的歌 让我们梦回天天兄弟 歌词中 那句我会想你的 台上两人手拉手 台下汪涵看得感动落泪 戳中了不少人的心 被一个节目瞬间拉回昔日的天天兄弟的互动中 一切都历历在目从脑中掠过 没办法 这种场景的出现 就是主推一个情怀 自然很快就登上热搜 瞬间拉高收视率 带飞话题 汪涵哭了 大老师和王一博的歌戳中人心的话题 引爆了热搜 值得让人沸腾和热血的就是王一博 在央视跨年中的表演 一首国风摇滚的龙族 气势磅礴 铿锵有力 给人一种力量和热血的感觉 很符合王一博的风格 这是我们阔别已久才看到的舞台 是属于王一博魅力呈现的舞台 看他激情澎湃的现场 很有范的打着鼓 不愧是我们年轻一代人该有的风貌 青春有朝气 好喜欢这个舞台表演 龙年唱龙族 就是这么应景 就是这么热血沸腾 真是忙不停 好多人都在两台之间穿梭着 看不完的王一博 惊喜一波接一波 有了温馨与感动 有了热血与激昂厚 那么等待着就是属于王一博个人的表演 与前面两个舞台表演不同 他们都是合作同一首歌 这次王一博旁观者首秀 是属于王一博的 这是他别具一格的存在 是歌手与演员的结合 带来的是一台舞台剧的感觉 这首歌带着摇滚曲风 却有很强的力量感 无论你经历过什么 都给人一股向上的力量 拉着你走出至暗时刻 迎接崭新的一天 这个舞台表演 瞬间拉高了湖南卫视的收视率 直接登顶的同时 我们也看到了王一博的人气 正常被绿海营绕 绿色照映着整片天空 现场的应援灯牌 如同王一博的个人演唱会 难怪有人感叹 都是王一博粉丝 这个舞台有种说不出的温暖 是王一博给自己交上的一份答卷 给自己演员和歌手身份定义 用舞台剧表演的方式呈现 很有很有画面感 造型也会相当突出 长款风衣搭配长发 一顶棒球帽 时尚又前卫 一句愿所有人都是可爱的旁观者 道出的是王一博心路历程的蜕变 别说王一博可以霸榜 众星云级的跨年 玩的就是一个与众不同 人气高的艺人处处都有 玩出新花样 吸引大众眼球的节目 王一博你赢麻了 我是小肥妖 吹捧王一博从不来须 新的一年 自然从夸赞开始 我们家的伯伯 就是这么优秀 没办法 夸不完 根本夸不完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